亚冠人的肺癌 亚冠人的肺癌 在其中一个最常见的肺癌 叫做小细胞肺癌 不管吸烟不吸烟 都会带有一种特别的基因 叫做EGFR 它会有一种特别的突变 那么在美国人的肺癌里面 这种突变只有大概10% 但是亚洲人50% 从一个角度来看是很不幸 因为你有这个突变才会得到肺癌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因为研究的关系 研究专门在研究对这种靶像的治疗 对这个EGFR 这个靶像治疗已经成功了 所以有药 现在因为有这种靶像治疗 变成这50%的病人 只有药可以治疗 当然每一种靶像治疗 每一种抗癌的药物 在治疗病人的时候 都是有两个现象 第一病人活下来了 第二就是这种靶像治疗很容易复发 一年之后就复发 你就还要再发展第二代的药 两年之后又复发 然后还要再第三代的药 所以现在我们在研究上面 就很希望去找说在第一代的时候 就一起把它解决掉 不会再需要第三代 第四代 第五代的新疗 我们20年前就提出这个观念 我们要make cancer history 不是说没有cancer cancer一直都会存在 但是我们要让cancer没有那么可怕 因为慢性疾病 某一些癌症 现在很久 比如几十年前它是没有救的 现在已经变成不是那么严重 比如说乳腺奶那个例子就是这样 当初1980中期的时候 我们大家的研究的结果就是说 乳腺奶如果有那个基因的话 没救 现在那种乳腺奶的病人 它五年的存活力超过60到70% 在30年前 连药都没有 还有另外一种白血症 也是没有药医 但是1998到2000年那一段时间 有人就发展那种特别的抑制剂 所以那一种癌症病人 现在在MDN2层 它的存活力是差不多90% 如果说有一个疾病 存活力是90%以上的话 就不是那么严重 尤其是最近这几年 对癌症治疗的那个新的方法 出来真的是很多 我们对癌症的了解 还是对治疗癌症的那个控制 再加上医院对癌症病人的照顾 癌症治疗的那个成功率 是比以前真的是大很多 1,2,3,7,2,1,7,4,7,5,5,6,5,6,6,5,1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